亲爱的观众老爷们,你们好呀。 今天我们开始讲述2020年播出的高分《韩国犯罪悬疑科幻剧超能警探》第一章。 剧版《超能警探》改编自在后创作的同名人气网慢, 讲述了失忆的超能力刑警东博,和身为首尔总警的女友善美, 遇到连续杀人事件后,与案件真凶和警戒幕后黑手之间,发生的一系列故事。 正片开始,在韩国附近广域搜查队的一个审讯室里, 坐着一个嘴硬的嫌疑人。 警方想要知道黑老大的藏身之所,但无论怎么询问, 嫌疑人都不配合警方的调查,反而嫌疑人的一席话将警官给激怒了。 审讯室外的一名警官,见嫌疑人如此顽固,便将审讯的警官劝了出来, 派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警官来到了审讯室。 怎料年轻警官刚到审讯室门口,嫌疑人就惊慌失措了。 这个年轻的警官不是别人,正是本部剧的超能力男主,东伯刑警。 是什么超能力呢? 他能够通过触摸别人的衣物以及皮肤夺取别人的记忆。 嫌疑人看到东伯来了,他当然知道东伯刑警拥有怎样的超能力, 也因此显得特别慌张。 嫌疑人被逼到墙边,东伯用手掐住嫌疑人的脖子, 嫌疑人的记忆就被东伯刑警夺取了。 警方立刻锁定了黑老大的藏身之锁。 黑老大这边正在仓库蹦迪,警方已经拍马赶到, 轻松制服了这帮犯罪团伙。 只见东伯刑警露出一个不懈的表情, 直接一个飞踢将黑老大踹飞。 而此时,也因为东伯刑警利用超能力, 完美破获了26件陈年旧案, 媒体开始对东伯刑警的超能力进行检查。 证实了东伯刑警的确具有这一能力, 但是这种能力放到社会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东伯刑警表明立场, 自己的能力绝对不会被特定的国家使用, 包括他自身在内。 这时,女主韩善美出现了, 她看了看关于东伯刑警的新闻, 便准备开始调查两起杀人案件。 她可是广缩队的总警。 另一面, 正在收拾行装的东伯被同僚打断, 原因是东伯出警时的暴力行为, 以及偷盗记忆, 抓捕犯人是一种严重的人权侵害。 东伯被迫接受惩戒委员会的调查。 与此同时, 韩善美通过研究两起案件, 发现了相同之处, 她怀疑这是连环杀人案。 于是便接手了这个案子。 晚上, 一辆大巴到站后, 下来一名准备回家的妙龄女子。 她就尹一龄, 今年25岁。 此时, 她正一边往家走, 一边给妈妈打电话, 马上就要到家了。 殊不知, 危险已经悄然来临。 突然, 一个神色慌张的女生把一林扑倒在地。 女生看了眼一林身后, 又慌慌张张地跑了。 一林回头看了一眼, 什么也没有啊。 此时, 又传来一声声刺耳的尖叫。 一林赶忙捡起手机, 结果还没开机, 一个手握符纹锤子的人, 就走到了一林面前。 天亮后, 一林妈去警局找东伯求助, 一林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, 因为失踪不超过24小时不能立案, 所以才跑来找东伯帮忙。 可惜东伯正在停职期间, 私自介入调查的话, 就会立即被免职。 所以, 他只能拒绝这位母亲的求助。 东伯刑警虽然嘴上说着不管, 但身体却很诚实, 和同伴吴世勋坐车来到了温夏里45号, 为什么来这里调查呢? 因为那位母亲在请求东伯时, 被东伯探查了记忆, 这技能真是香辣。 两人在路上看到了东伯刑警的死对头, 林刑警。 他通过触摸林刑警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, 上林医院的病房里躺着一名幸存者, 与之前两起案件的受害者不同, 他没有直接被锤子锤死。 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, 东伯打算通过这名幸存者金秀精找到凶手。 与此同时, 在一间小黑屋里, 昨晚失踪的逸林从床上醒来, 由于太害怕, 他哭了起来。 但他脑回路还是很清晰的, 他听到凶手过来了, 赶紧把头埋起来, 用哭腔说道, 我没有看到你的脸, 能不能放我走? 这是苦肉计和美人计的融合技能, 楚楚可怜。 凶手没有理他, 显然不吃这招, 是个直男了。 随手打开床边的电视机, 里面正播放着一期《真理之言》的节目, 看完之后要答题, 不合格的话, 星期二就是逸林的死期。 此时, 东伯和搭档来到上林医院, 碰到了自己的前队长变英秀, 变队长利用职务之变, 将身份特殊的东伯带到了急诊室。 东伯患上医疗服后, 立刻对幸存者金秀精进行记忆探查。 由于金秀精现在是昏迷状态, 东伯只能火力全开, 他将手放在金秀精的脑袋上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东伯脑门上的汗珠也越来越多, 最终东伯因过度使用超能力晕了过去。 另一边, 韩善美得知有第三名受害者, 立马来到广搜队与其他队员进行调查, 受害人是金秀精。 善美把公交车站的画面与公交车内的画面进行对比, 通过手机摄像头的不一致, 发现金秀精在公交车站携带的手机, 与公交车内携带的手机并不一样, 然后顺着这条线索, 找到了第二个手机的信号, 手机开机后一直没有向外界打电话寻求救援。 善美由此推断, 是凶手拿着手机, 信号源在温夏里溜接, 附近的警员全部出动。 这时, 便队长来找善美, 他说东伯有事汇报, 然后拨通东伯的电话, 让小情侣自己沟通, 首先是失踪的逸琳被绑架了, 被关在一个地下室, 然后是两条线索, 一个是红珠, 另一个是锤子, 可以通过这些线索寻找犯人的位置, 便队长来了拒, 位置已经锁定, 然后便挂断电话。 还在书页的东伯不放心, 他觉得凶手不是一个人, 便决定自己调查。 他离开医院时与一名男子发生了肢体碰撞, 一些残暴的记忆进入他的大脑, 还跟幸存者金秀金有关。 他立即决定抓住这个男子, 男子一看被盯上了, 拔腿就跑, 东伯在后面拼命追赶, 可一眨眼的功夫, 男子就消失在人群中, 他脱下外套, 戴上帽子, 穿梭在人群中, 探知路人的记忆, 功夫不负有心人, 终于找到男子的踪迹了, 可还没追两步, 就被突然冲出来的轿车撞倒。 男子趁机上了出租车, 还没等到司机问去哪, 就被追来的班长拦住了。 他刚想逃, 就被吴世勋一个飞梯踹倒, 这下没得逃了。 东伯开始探查他的记忆, 拳头越握越紧, 不是因为男子做了什么人神共分的事, 而是因为抓错人了。 在医院看到的那一幕发生在六个月前, 这家伙只是被金秀精耍了, 气不过, 然后跟踪并殴打了他。 这家伙对警方怨气很大, 还说了些奇怪的话, 什么金秀精被那帮恶魔抓走, 都是他们这些寄生虫的错, 而且还说他们是肮脏的家伙。 东伯掐住他的脖子, 这次感知到的记忆有点不一样。 另一边, 小黑屋里的逸琳十分害怕, 周围突然传来一个女声, 考试一定要合格, 逸琳环顾四周。 原来声音是从隔壁传过来的, 隔壁女孩告诉逸琳, 如果考试挂科就会死, 之前被抓来的姐姐都是这样死的, 九十分就算及格, 一定要达到及格线。 逸琳心里有很多疑问, 可还没来得及问, 就听到了恐怖的脚步声, 他赶紧躲到角落。 凶手进来后给他看了个牌子, 教理考试合格的话, 永生, 挂科的话, 地狱。 这妹子是和前男友飙车闹出了人命吗? 回炉重造一波, 一林下的一句话也不敢说, 只能瑟瑟发抖, 默默哭泣。 与此同时, 特战队包围了一栋房子, 这就是上美那边查到的手机信号所在的地方。 特战队刚一进去, 视频信号就断了, 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。 结果特战队又垂头丧气地出来了。 原来是误会一场, 里面没有杀人犯, 只有复读生, 手机是在路上捡到的。 服务双至, 货不单行, 便队长下达的媒体禁令被打破了, 连环杀人案的事被报到了出去。 此时, 一个油腻的四眼肥仔正在喝咖啡。 东博突然找上门, 肥仔明面上是娱乐场所老板, 其实干的是拉皮条的生意。 东博找他, 是因为在金秀经的记忆里见过他。 这家伙是个老色P, 而且还有个锤子纹身。 东博想探知他的记忆, 被他给拒绝了。 东博问他二十年前是不是杀过一个女人。 他当然不会承认, 别看他这么油腻。 小脑瓜子转得倒挺快, 他起身吆喝一声, 超能力刑警来了, 路人立刻上来围观。 他趁机拨通一个电话, 接电话的是小黑屋的凶手。 东博发现了他在打电话, 立马就是一个飞踢对联。 联赛官方指定标准击打动作, 得分真实有效。 肥仔被踢的瞬间喊出了两个字, 除掉。 下一章中, 肥仔被踢飞后送进医院, 但是经过一番审问后, 他似乎真的不知道什么内气。 善美将目标转向他的跟班小弟。 可是, 北部地检的检察官突然出现, 阻止了询问, 还带走了东博。 很显然, 这起案件的背后肯定涉及到某些官员。 之后, 善美也被李次长停职, 男女主角二人只能孤身查案。 那么, 东博会不会因此被扒掉警符呢? 肥仔和凶手又是什么关系呢? 女孩逸琳要进行什么考试? 我们下章再见分享。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 请点赞和关注吧。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节目更新哦。